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有什么生活上的困苦和不觉的地方 欢迎给我们留言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变得更好 上周收到一封读者来信 他自称自己是位90后大叔 一个对爱情和生活认怂的心冷淡者 在信里面他简单讲述了这两年自己的心理变化 随着年纪的长大 他发觉自己活得越来越怂 对生活没了要求 一日三餐温饱就好 出去旅游 不打卡 不拍照 简单的吹风看景就好 对爱情呢 也没有抱着很大的憧憬和奢望 保持着一切随缘的态度 看着他的来信 我明白他的困惑 仔细看看身边的朋友 确实有很多和他类似的契合点 很多成年人的怂 基本上都是从佛系的性冷淡开始 并且不论是他们的感情还是生活 都已逐渐成为了现代社会的常态 对于感情并非不想付出 只是害怕失望 对于成年人的怂 最明显的就是表现在感情上的性冷淡了 在网上有一个很有趣的词汇 读起来很佛系 老路盘山 简而言之 90后对于感情就像是老了的路一样 走路随意蹒跚 这个成语是不是感觉很形象 很生动真实 在我身边就有这样一个朋友 完美地验证了这个成语 他91年 一位还没有结婚的老叔叔 在他部门里 谁都看得出来 他对另一个部门的女同事很感兴趣 在平常的动作和神态里 透露着暧昧的气息 那个女生呢 对他大抵也是有好感的 每次出去吃饭 有意无意地都往他身边靠 看着两人磨磨蹭蹭 停滞不前 办公室里的同事都替他着急 而他却满不在乎地说 随缘吧 感情这个事情 来了就顺其自然 不能太过强求 同事都对他说 怎么越长大越怂了呢 他也是淡定回答道 哪个成年人对感情不怂呢 是啊 我很赞同 大多数成年人的怂 都是从感情世界里变得心冷淡开始 不光他一个人这样 随着年纪越大 越来越多的人 越来越崇尚爱情的顺其自然 遇到烹饪心动的人 不是少女怀春般的小路乱撞的欣喜 而是如临大敌般的慌乱 逐渐失去了年少时的心动和冲动 有的是来了就来了 不来也罢的冷淡 甚至有很多人害怕心动 抗拒心动 这样的我们对感情认怂 抗拒动心 表现出极强的性冷淡 随着成年 会开始变怂 开始抗拒 会开始变得不敢轻易相爱 不敢轻易表白 这并非是因为不想为这份感情付出 而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遗憾和失去 而害怕最后的结局会失望 所以与其随意地开始 凌乱地结束 不如随缘等待 宁缺勿滥 对于生活 不社交 不讨好 用平常心对待 一个人越长大越怂 越来越性冷淡 这一点在生活里也是可以窥见一二 在娱乐圈里对生活活得最性冷淡的莫过于朴树 自从抑郁症好了后 低调的朴树选择重新出道 从低谷爬起来的他 对于生活有了不一样的认识和想法 变得越来越怂 越来越觉得 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2016年他上跨界歌王时 唱完一首歌 主持人问他 为什么要来当助场嘉宾 他很认真地回答道 因为筹拍新专辑MV 确实很需要钱 他的话引来台下观众的大笑 纯粹 真实 干净 性冷淡 这就是朴树 2018年在参加乐队的夏天 录最后一期节目时 他很用心地唱了一首No fear in my heart 句句戳心 感人肺腑 在大家都沉浸在激动之中时 他却很耿直地站起来 直接说了一句 我岁数大了 回家睡觉了 然后不管别人 静止走了 死底下的朴树也是一个很真 很心冷淡的人 充满着佛系风 不喜社交 不喜复杂 平常就在家里和排练室两点一线 家买在北京郊区 到了睡觉的点 就谁也不管 直接睡觉 很羡慕朴树的生活方式 这是他和世界和解的方式 也是他舒适的生活方式 这或许也是很多人 真的喜欢朴树的理由吧 他把成年人的怂 活出了一种境界 将性冷淡的佛系生活 活出了诗意 或许绝大多数成年人 无法活得像朴树一样 但起码可以做到的是 减少无效社交 对社会和解 用平常心去对待生活 成年人的怂 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 这种态度并无好坏 而是需要用怎样合适的心境 去接纳和适应 认怂是与现实和解 性冷淡是对感情和生活的态度 认识李淡是从向往的生活上认识的 他真的是揽出了一定的高度 还没开始劳作 全身的劳动细胞都在表现着抗拒 一回到家 往客厅的地毯上一躺 却再也起不来了 但真正喜欢上李淡 也就是因为他的揽和佛系的不做作 在奇葩说的舞台上 他是最佛性 最性冷淡的一个导师 别的导师都是穿着西服 他穿的却是休闲装 别的导师做的规矩端庄 他却是整个人都溜在椅子上 他经常自嘲地称自己是一个怂人 废物 不管是对于辩论 还是带对 他都是保持着乐观和随性的佛系态度 李淡确实是一个与现实和解的怂人 他从来也不掩饰自己的怂 挂在嘴上的经典名言就是那句 开心点 朋友们 人间不值得 正因为如此 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了李淡 喜欢他对世界的不较劲 对生活随性冷淡的态度 对于我们而言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越来越会理解李淡这种人格魅力的诱惑 而我们也在认怂长大的道路上 越来越活的冷淡随性 我想这也是一个人越来越成熟的标志吧 周国平说 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 很多人向往 却终身都不可得 我们在成长 在逐渐地明白生活和现实的无奈 明白很多事情的求而不得 但我们也依然可以用适合自己的 舒适的态度 去探寻人生 就像于飞红曾在节目里被问道 你为什么一直单身 于飞红他浅然一笑 不卑不亢地说道 我不觉得这是个问题 对我来说 单身或是婚姻 哪个更舒适就选择哪个 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 当你发现自己变怂 对生活佛性冷淡时 就用自己的方式去生活吧 做个性冷淡般的极简主义者 让人生变得干净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你也没有错 只是不爱我 我也没有办法 怪你太冷漠 你也没有错 只是不适合 我也只要承认这样的结果 好喜欢你 理性里这样说 不愉快的 就算搞一段落 你与众不同的语言和动作 在我心调里 在我心调里 夸张的存活 别不高兴 别不高兴 对自己这样说 很多遗憾 很多遗憾 只拍一个结果 你无痛而终的礼貌 太深刻 是爱是动气 我拼命逃脱 你也没有错 你也没有错 只是不爱我 我也没有办法 怪你太冷漠 你也没有错 只是不适合 我也只要承认 这样的结果 有没有tob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